哈德森是辽宁队的核心,大杀器,也是辽宁队夺冠的最大功臣。 昨天他迎来34岁的生日,不知细心的球迷发现了没有,昨天辽兰官方竟然与哈德森没有任何互动,貌似双方走向决裂,续约的希望非常渺茫。 昨天哈德森在34岁生日之际早早更换了微博,并写上,今天是我的生日,8月7日,还在文字上面配发了哈德森一张照片。 照片上的哈德森所穿的球衣是红色,不是辽兰队服,在续约的关键时刻,哈神不寻常的举动,让人难免服想联翩。 哈德森微博节按照惯例,辽宁南兰会在官方微博,向哈德森的轻声表示祝福,但是这次为例了,没有任何的表示,以往辽宁队不是这样,每年哈神生日都会送来温暖的祝福,表示俱乐部的心愿。 我们来看看去年辽宁南兰给哈神送上的祝福吧。 这是去年辽宁俱乐部给哈德森送上的33岁生日祝福。 小编注意到,以往辽宁南兰俱乐部官方微博,对哈德森和所有球员和教练庆生的时候都会送上祝福。 最近分别给主教练郭世强,队长杨明和韩德军,都通过微博送上了生日祝福。 而辽宁这次为什么没给球队的夺冠功臣发出祝福,是一时疏忽还是哈德森合同期已满了不必要送上祝福。 若说是疏忽说不过去,若说是合同已到期不必送上祝福道理也不充足,因为辽宁正在申请对哈德森的优先续约权。 多多少少曾经的夺功臣与辽兰还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。 在谈判续约的敏感时期,给哈德森发一个祝福也是可以的,以表示辽兰的诚意,但是最终辽宁队没有任何表示,这只能理解为目前辽兰与哈德森的谈判非常不顺利,或是已到恶化和分手的程度。 更耐人寻味的是,哈德森上传上去的生日照片,不是辽兰队服,而是身穿红色14号球衣。 大家都知道,辽宁南兰从来没有过红色球衣,所以哈德森所穿的这套队服,并不是辽兰队服。 我们不急要问,难道哈德森真的是有意淡化辽兰元素? 据了解,辽兰与哈德森谈判非常不顺利,哈德森需要辽宁南兰,为他开出1加1的合约,而辽宁队考虑到哈德森的年龄与上赛季状态起伏的实际情况,只能为他开一年的合同,于是双方陷入僵局。 后来还是辽宁队做出让步,给哈德森开出一个一年315万美金,相当于2100万人民币的天价合同,但是还不能满足哈德森坚持签约1加1合同的要求非常坚决,毫无让步。 通过观察哈德森在庆生照片上没有穿上辽宁队衣,以及辽宁队官方没有给他送上生日祝福的这些细节,貌似他们双方的谈判已经崩溃,走向决裂,没有再度联手合作的可能。 但愿辽兰和哈德森莫要分手,再续前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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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